我们后面的部分 基本上就慢慢要多一些VBA的程式 所以请各位慢慢要习惯 程式的一些架构 当然我刚开始也不会叫你们自己 自己动手去写一些程式 当然大部分会给你们范例 你们只要修改 有点像填空题 但是前提你可能至少要注意几点 至少你复制贴 你要贴对位置 你不要连贴的能力都没有 你东西都给你的 你还不知道怎么用 那就也很麻烦了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 很多人写程式 其实也不是自己写的 我发现大部分人也是Google得到 你的Google得到 你都不会用的话 那说真的 那你充其量就可能真完全不会了 不过其实很多 至少你要会用 我觉得就达到我预期的目标了 改的话基本上就改网址 改的地方就可以知道 你不要改错 其实这个地方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差一个地方都不行 哪怕里面多一个空白不行 所以你要改对地方 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 程式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个字都不能错 你只要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以后你写程式应该蛮愉快的 那最怕遇到什么 就是很初心的人 因为我反正同学很多时候都OK 但是就很初心 差一个地方就在那边踹半链 乱改 最后其实说真的 反而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把事情弄得很复杂 OK 好 那另外的话底下我还提供给各位另外一个 可能如果你假设程式比较在行的话 其实利用那个 VBA还有别的方式可以爬取 像这边还有另外一段范本 是利用另外一个物件 叫做XMLHTTP物件 一样可以抓资料 那其实比较重要是这个 网址在哪里 网址在这里 其实其他都一样 然后这边不需要编码方式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只能够抓UTU8的资料 如果你是950的资料 那跟各位讲很麻烦 它要转码 所以如果你的资料 开放资料是这个UTU8 直接拿这个来抓应该OK 好 那不过我们先用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就改这个网址 跟改这个就OK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去抓别的资料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插入栏 那我刚刚插入栏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直接贴到 我们的那个 就是 贴到贴对地方 我前面讲过 你贴的位置 一定要先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贴到模组里面 你不要随便找个地方空白就贴 或许现在可以walk了 但之后也许不能walk 那就出麻烦 所以我把它贴到module1里面 那这个时候你再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就OK了 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但是抓下来之后 我希望它能够插入三个栏 第一个栏的话就是黏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我已经OK了 第二个的话区 所以你可以怎么 假设这个人先跑一下 比如说插入一个黏 OK 这一段程式 云端上也有 黏的OK了 再来的话就是区 所以区应该放哪里呢 你可以看区应该放在区栏 所以其实 甚至你可以做一个方式 就是直接拿刚刚的这个栏位 直接插入第一栏的地方 Ctrl C 然后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Ctrl V贴上 我要再增加一个区 所以贴上之后改哪里 那当然贴完之后 其实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VBA的编辑器 把它往 因为你要看到 所以我的习惯是把它缩小 然后往这个左边靠 左边改 那这样看比较清楚一点点 那基本上就是把 这个什么呢 这个区域这个栏位 有没有 那这边改 应该改成区 其实音色不用没关系 但是你家也无所谓 OK 再来的话 再插入一栏之后 然后在G1上面输入什么 输入G 所以这边的话 给它一个名称 改个区 所以先插入一栏 改个区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公式 那应该来自于哪里 我刚刚的这个 刚刚的工作表没删 我把它改成原始 这个公式就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再取消 记得按取消一下 然后呢 直接就贴到哪里了 贴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贴上了 那这样 还有这个区 这个区OK的吗 还有一个地方 有没有 那这边要改 这个只要是T的话 都改成G 然后向下填满的话 一样改G2 到G的最下面一列 好 这样OK了 那我再把它乱乱看好了 这个 这个insert 有没有 不对 应该这个 我跑错会 应该这个是原始的 这个工作表 应该在这里 这个把它贴不来 然后 那BBA有一个优点 城市如果跑过 你要让它倒车OK 你把它往上拉 镜头往上拉 它就可以 不过前提是 你是按F8的情况 组航跑 F8 它在区栏插入一栏 然后把它加一个区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区了 然后再输入公式 然后向下填满 有了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区就OK了 那在接下来的话 还有路贴到 刚刚做的 所以其实路贴到的话 一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这边 这四行 Ctrl C 然后怎么样 贴到这个程式的底下 然后一样 再把它做一个修改 不过 路贴到修改的地方 比较会遇到的麻烦 应该是那个公式 这个应该是H 所以把它改H 所以以后的话 你要插入栏 或许你也可以把这个当反的 有没有 H H1应该改成叫路贴到 然后公式 先改 改成这个 最麻烦 最容易出出应该后边的公式 然后底下 其他的话 这边就改H H2到H 好 那 可能要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的这个公式 这么冗长 那如果你直接贴的话 要注意一点 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把公式 放在那个双引号里面的话 一定要注意 你的公式里面 原来有没有双引号 有没有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一定要记得做一件事情 怎么样呢 把一个双引号 变成什么 两个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如果贴上去 它搞不清楚 到底这个双引号是 公式里面的还是VPA 它无法辨识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把它变两个 那如果你要变两个 你贴上去 再来改 很麻烦 所以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一个小技巧 直接复制这个公式怎么样 然后贴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 技智本里面 因为技智本应该是在 这个什么呢 或者是LongerPay加加 或者也都OK 就是把它贴到那个 副属应用程式里面的 技智本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做一件事情 编辑里面有个取代 然后就是一个双引号 变成两个双引号 然后按全部取代 这样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因为取代的话 它应该是不会出错 那你可以看到 一个变两个了 那你就不用改了 一般理论上这边 格式会自动换 这样OK了 那再把这个A串公式 复制之后 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刚刚这个地方 记得啊 这个点不下去 应该是这个公式 还在这里取笑一下 再贴到Visual Basic 这个动作 可能要特别小心 然后最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这个公式 贴上去就OK 那如果移开 假设不是变红色的字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应该OK 所以我把它 程式再Run一下 H栏 插入一个H栏 我又搞错位置了 这刚刚一样 这个应该切到 这边这个才对 所以一样 可以把它倒车一下 所以这个VPA程式 除错环境 我觉得还蛮人性化 还可以倒车 其他语言 大部分都不能倒车 OK 然后 插入H栏 然后 放入它的栏位名称 在输入公式到H2 再向下填满 OK 这样子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那个 爬从底下再加入插入栏 这样就OK了 那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 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不就要执行这个之后 还要再执行这个 变成要执行 两个SUB 那有没有办法我执行一个 两个全部OK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直接在这边加一个Core Core什么呢 Core这个 插入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资料下载完之后 再出叫这一段程式嘛 有没有 那这样不就等于执行一次就OK了 所以待会的话 你们就是先 黏的部分云端上有了 这两个没有 你们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反正其实结构是一样的 都做一样的四个动作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是在底下很简单 Core插入栏 这个名称放过来 我们其实可以让它walk看看 我把它再run一下给各位看 这边设个中断点 然后清掉资料 对 然后让它自动去 这边设个中断点 中断就停一下 让它下载资料 对 然后这个时候 Core按F8 它就会插入一栏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插入这一栏 然后再插入区 有没有 区这一栏 然后再把资料放过来 这样不就OK了 所以它就可以很快的 让我们恢复成我们要的状态 它最后如果你觉得还不OK 可以再把栏宽再调一下 因为这好像栏宽 它有点太过去了 好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